從我們中部地區的幾個火岩山的地形 就是苗栗的火岩山 山藝的火岩山 大坑的頭坑山 以及草屯的九九峰 那這幾個就是之前在造山巨峰 台生最劇烈的時候呢 所堆積下來的土石流 所以這一棵一棵的地石 就是當時地震土石流山上崩塌 山崩地裂的一個很重要的證據 那這個石頭它能不能夠吸很多的水 不能 所以這個石頭它如果下雨的話 它會很快的就下陣到下面去了 所以在頭坑山層這樣的一個地石層 最重要它的地質它是一個地石層 它的地質的特色 地質的特色之一就是不保水 因為裡面都是石頭 所以它下雨的時候就會下滲掉 所以頭坑山層的地質特色 一就是不保水 不保水換句話說叫做乾旱 乾旱 第二個呢 這個地石層它崩化變成上面頂部的紅土層 有沒有紅土層 那今天也講過 紅土層它不肥沃 不肥沃換句話說叫做培吉 所以在大陸山這邊要進行環境教育解說 在講地質的時候 要講地質的時候它有兩個特性 你如果這兩個特性你沒有講到就等於白講了 第一個叫做乾旱 第二個叫做培吉 如果你要進行這個大陸山的環境教育解說 這兩個特性是最重要的 那既然 既然它會下滲 這個水 我們配合了地形 因為地質跟地形是有關的 它在頂部的這個台地面呢 下雨下下去之後 它就會快速地下滲到地底下 下滲到地底下 下滲到地底下的時候呢 它就會從下坡的地方 地下水會冒出來 那這個下坡的地方 會從哪邊冒出來 會從地殼的地層的破裂帶 這個破裂帶在哪裡 就是斷層 那這一條斷層線是不是很清楚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我剛剛講的 這個是一個頭科山層的地層 它在平台下雨下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往下滲 往下滲的時候 就會從這個地層的破裂帶 會冒泉水出來 這樣可以理解了 所以呢 過去的重要的聚落 都必須要有水源啊 以至於說清水海岸平原的 古老的聚落都是井水的名稱 都是井水 包括龍井清水 這一些都是井水的名稱 你這個地方有公佩的泉水 你才可以養活這個整個村莊 這個聚落的人 但是這個很重要 這樣的一個泉水 它是跟這個地形 跟它的地質是有關的 還有跟它的斷層是有關的 不是它無緣無故 它的水就冒出來 好像我們這邊風水好 然後水會冒出來 那就跟大家講一個 這樣的一個故事 因為呢 這一條線 都有很多的泉水冒出來 那這裡有一個國小 他們的學校裡面出現 就是在建校的時候也有泉水 然後呢 我去他們學校看 然後那個泉水你知道 一直冒你知道嗎 一天二十四小時 那個好像消防村的水是一直冒 很量很大喔 水量很大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沒有停過 你知道那個水量是充沛 所以他們就趕快把這個水 接到社區外面 然後貼一個告示你知道 歡迎用水 歡迎洗車 就是你要趕快用水 因為那個水都不停 那個是天然的泉水 然後他們不是要進行環境教育嗎 然後就跟我講說 怎麼辦我們要進行環境教育 人家都在那個節能減碳要節約用電 節約用水 但是我們學校水太多 你可以告訴我們怎麼用水 怎麼樣把這個水用掉 不然感覺水很浪費 但是他就說我可不可以在這個 學校的這個冒出來泉水的地方 設一個解說牌 然後學校的校長跟老師 不知道要怎麼解說啊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跟他的地質 跟他的地形 跟他的斷層是有關的 他說太好了 這樣終於我才了解 為什麼我們學校會冒泉水 那這個是不是可以講給小朋友聽 對不對 那小朋友住在這裡 他才知道說 我家為什麼會冒泉水 說我的學校為什麼會冒泉水 那你知道他們學校做什麼環境教育嗎 後來他們跟教育部申請了經費 說他們要做環境教育 一個什麼永續校園的計畫 然後我就去找了那個科博館的 職務員的那個主任 研西副老師 他們說要請我們幫他們做一些 也不是說做一些 他們希望說能夠諮詢我們的意見 好 那我們就要先聽聽看 人家主人的想法是什麼 那就問問校長 校長 這麼多的水 你要做環境教育 你覺得要怎麼做 然後校長就開始規劃出 他的環境教育藍圖 剛剛那個在Facebook 是我的藍圖 校長也有校長的藍圖 因為官比較大 學問也比較大 然後就要聽聽看他的想法 那校長就說 蔡老師我跟你講 我現在覺得這個泉水 我要怎麼做環境教育 首先呢我們把這個泉水呢 就打一條這個溝 然後讓這個水順著這個溝呢 流到到這個學校走廊的這個川塔 然後這個水呢 再進入到 學校的有養那個魚池 那個魚池裡面 那我就在想說到底要幹嘛 他說還有呢 最重要的是他經過學校的走廊的時候 還要蓋上那個玻璃板 我還是聽不懂你知道嗎 那個泉水引出來 然後經過 你知道學校進來 那個升旗前面有一個穿堂 你知道嗎 就是在講話的地方 然後他要打一個溝 然後泉水引過來 然後他們在學校的後面 有養一匙的鯉魚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校長 這個跟環境教育有什麼關係 他就講說 我就問說 這條溝要做什麼 你還看不出來嗎 我要讓這個鯉魚能夠逆流而上 如果我們的小朋友看到這個魚 能夠逆流而上 就可以激起他奮發向上的機材 然後我聽到校長這樣講 這是真實的喔 我都撒住了你知道嗎 你知道教育 對我們人民的影響多大 他的故事從哪裡來 因為他的老師教他的 他的課本是這樣 有一個尾的叫講公 叫講解石 寫了一個這個故事 然後他聲繞在他的腦海裡面 他當作是真的 他現在是當校長 他要交給這個告訴小朋友 我跟他講的這個地址跟斷層 對他來講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年紀比較輕 我講說這個不符合自然生態 他聽不下去 然後嚴信副教授在旁邊 也看不下去了 然後呢 我就說 老師你就幫忙講一下吧 然後嚴信副老師就講說 校長 可是我覺得鯉魚不是回遊性的魚類 因為不好意思直接讓校長難堪啊 校長說 嚴教授沒關係 我們學校可以把鯉魚都改掉 改成會回遊的 然後嚴 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嚴老師就說 校長 可是 如果你是那一隻魚 你要回遊的時候 有一百多個巨人看著你 你敢回遊嗎 然後那個校長還是不死心啊 就說 但是嚴老師我告訴你 我相信這一條 這個溝讓魚能夠逆流上 是具有教育意義的 他不要講傳奇講 他是具有教育意義的 他能夠激起學生的 這些勵志的精神 結果那個嚴老師就說 校長我覺得這個 你的這樣的想法 的確會很有意義的 會很有教育意義的 但是是負面教育 跟各位講 這是真實的 這是真實的 當然後來他就沒有做了 他不敢做 但是我要講這個故事 在講什麼 各位啊 一個社會文化 為什麼 陳老師他要去研究宗教文化 一個社會的文化 是一個社會的靈魂 那教育他在控制 在改變 在屠殺我們下一代下一代的靈魂 所以這個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才會要 老師要辦這個三年書院的原因 就是希望說 我們並沒有族群或政治的意思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的靈魂 能夠保有族體性 因為至少你活在這邊 你對自己的這塊土地 你自己的母親你要認識 這個是頭科三層 剛剛講的 它是貧瘠的 它是乾旱的 那我們對照過來 這個補面的示意圖 在頭科三層裡面 這個是後層的歷史層 就我們的資料裡面 可以看到 後層的歷史層 中間會夾雜的 佛層的殺層 你看到右邊這張圖的時候 也是非常經典的故事 這張圖在講什麼 這張圖在講什麼呢 後層的歷史層 就是剛剛我們早上在講的 叫做土石流 對不對 因為造山運動造成山上的山峰地裂 很多的森林都被震垮了 震垮了它的水土保持就不好 然後我們台灣呢 每年的夏天又有很多的颱風造成這個山峰土石流 就是如果你有發生地震的話 所以呢 這個地震年代叫什麼 都是有地震很厲害的 那這個國城的沙塵是什麼呢 代表說那個是上一次地震到下一次地震隔了很久 那隔了很久為什麼會變成沙塵 因為森林長出來啦 這樣知道嗎 上一次的地震跟下一次的地震隔了太久了 隔了太久了讓山上的森林都長出來 山上的森林都長出來 這一些土石流就沒有下來 它會下來什麼 會下來細沙 它這些鵝卵池就沒有下來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細沙的博塵的沙塵 這個地方代表的這個地質年代是沒有地震的 就代表說這個地質年代 那個時候剛好是在地震跟地震之間的一個間隔 而且那個時候 上游的森林非常的茂密 然後再加上又地震一次的呢 又把森林震垮了 然後又下來的土石流 所以這個是一個地質的 一個布施 就是一個地質的故事 那我們再慢慢看 當我們把地形跟地質做個連結之後 因為它是跟我們整個環境是有關的 那在地形來看 那又會跟我們的風跟水還有光線會有關 我們來看 以這個坑谷來講的話 西南側的這個坑谷地形 都一條坑一條坑的 這一條坑一條坑的 那這每一個坑谷呢 它所造出 收到的這個每一個坡面 雖然看起來是 以這個尺度來看 我們明天看會更清楚 就是在向南的跟向北的坑面 它是兩個不一樣的生育環境 因為呢我們的地球是傾斜的 在北半球呢 你向南邊的坑面呢 會比較乾還是比較濕 蛤 會比較乾 因為你向南的坑面 因為我們的地球傾斜的關係 你所接受到的日照會比較多 那你向北的坑面呢 它就會比較濕 所以在我們大陸山這個地方 或者是其他都一樣 我們的南向坑 南向坑都稱為叫做陽坑 以至於說我們的中海拔的松林 大部分都是在向南坑 如果我們之後是有機會 像阿里山生態之旅 荷花山生態之旅 或者是我們要去南橫東段的天龍古道 都一樣 這個觀念很重要 在台灣 你知道山區裡面 你看到這些不同的森林的變化 它其實是帶有一些特殊的意義的 所以你在看到荷花山 或者是它中海拔的這些松林呢 很多火燒頻繁的地方 都是發生在向南坑就是陽坑 那向北的坑叫做陰坑 那這個是一個地形 它可以對環境生態造成這個 所謂的圍棲地的一個影響 第二個呢 我們台灣冬天的時候 吹的是東北季風 對不對 東北季風 那東北季風吹過來的時候呢 吹過來的時候 哪邊受到的風最大 那 林縣受到的風是最大的 那 大渡山的林縣 其實講 就是從千泉岡 台中都會公園 一直到旺高寮 這是它的林縣 所以呢 這邊所接收到的風的影響最大 後面的這個被風的地方 就會比較小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 來看這張摺葉 這張叫做生態氣候圖 藍色的曲線叫做月均降雨量 紅色的曲線叫月均溫曲線 因為這個植物它的行光合作用 它是要把氣孔打開 對不對 行光合作用 有大部分的植物 它要把氣孔打開 那要把氣孔打開 要行光合作用 它就 會喪失水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兩條線的交會的地方 尤其是月均降雨量低於月均溫曲線 我們把它稱為叫做乾旗 乾旱的季節 還記得今天早上有講說 平均值不是那麼重要 在生態上的意義 我們講的是極端值 為什麼 在生態上 我們在看環境的這些因子的時候 談的是極端值 就是氣候極端的變遷 最高溫跟最低溫 最多降雨跟最少降雨 為什麼要講極端值 對生命來講的話 如果一年365天 如果你有一天環境太過極端 你活不下去 那後面364天不用考慮了 對生命來講的話 你如果沒有辦法度過那個極端 你後面的日子都沒有意義了 所以你政府在跟你講說 盡量的污染怎麼樣 那個平均怎麼樣 平均都在騙你的 當你那個極端你活不下去 後面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生態氣候圖 這個乾旱就是大杜山的極端 極端 你不要小看這樣的乾旱 很多的生命 它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 它是活不下去的 會活不下去 就好像剛剛我講說 植物它在行光合作用的時候 它要把氣孔打開 那這裡呢 剛好在冬天的時候 吹東北季風 它要行光合作用的時候 氣孔打開 它這時候降雨又這麼的少 再加上風在吹的時候 會把水分帶走 它等於是氣孔打開 然後水分 這個風又吹 它會增加它的增扇的作用 它會把它吹到吹乾 吹到乾之後就吹死了 那為什麼在中部這個地方 尤其是中南部 我們冬天會進入到這個乾旱季 為什麼這邊沒有水 剛剛講它吹東北季風對不對 東北季風有沒有水分 東北季風當然有水分啊 對不對 東北季風吹來還是帶有水氣的 可是呢 我們如果對就是我們的環境生態 有點了解的話 檜木林會長在哪裡 是不是霧林 起霧的地方 或者雲霧帶對不對 這個雲霧帶 我們就來連結一下 這個雲霧帶的高度大概多少 1800公尺到2500公尺 也就是說這個季風所帶來的水分 它只能夠到2500 它越不過去這個山 這樣可以了解嗎 這個季風它帶來的水氣 只能夠在2500 它就必須要下來 它會被山擋住 但是呢 東北季風它在吹過來的時候 所以我說今天楊老師講的就很重要了 因為這是一個大的尺度的問題 東北季風吹過來的時候 怎麼樣 被雪山山脈擋住了 雪山山脈有沒有高於2500公尺 有啊 所以呢水會下在哪裡 下在宜蘭啊 所以東北季風有沒有水分有啊 不然宜蘭冬天怎麼會下雨 所以這邊會潮濕的原因是 因為東北季風帶來的水氣 然後呢 到了雪山山脈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越過雪山山脈 它的水氣都降在 降在這個東北的地方 然後最高的地方就降在哪裡 降在荷歡山 過了荷歡 這個雪山山脈過去之後 就到了思源崖口 就接著什麼 就接著大甲溪 所以呢 冬天的東北季風吹過來的 這個氣流 它沒有辦法越過雪山山脈 但是它越過了思源崖口之後 就順著大甲溪 就灌入到哪裡 灌入到這個台中盆地裡面 所以這個整個氣流影響的整個 台灣